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 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其实在古代 尤其是在那个冷兵器时代下 长期沿用以步兵为主的战略 想要完全地做到以步至奇 在野战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因此以步至奇 更是成为了宋朝武运不振的决定因素之一 骑兵具有绝对的机动优势 从而也就拥有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反而能对步兵实行降维打击 步兵方阵 弓弩以及车阵这些形式 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消耗敌方的骑兵兵力 但是若想要完全战胜 难度则是非常大的 就算将骑兵打退了 仅仅依靠步兵 又怎能将其追上呢 南宋王朝在这件事情上 就有着血一般的教训 这里我们先说一点 那就是因地理位置所致 古代的马主要生长在 比较寒冷的西北和东北地区 宋朝的版图主要在南方 气候温暖潮湿不适合战马的生长 并且宋朝时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摩擦不断 通过边境贸易换来的战马 则立即奔赴战场 致使其功不应求 所以宋朝是一个严重缺少战马的国家 因缺少战马 宋朝的骑兵更成了稀缺君种 后人常用鸡瓶泪弱这四个字来形容宋朝 对于南宋王朝游是如此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 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的宋李宗时期 南宋步兵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原因很简单 谁叫南宋那么倒霉 前有狼后有虎 好不容易经过灭亡了 一个更加强大的蒙古又占了出来 可以说在常年的备战状态下 能送军队的战斗力和装备能力 就这样被磨练了出来 话说在经过灭亡后 端平入落计划正式启动 此时蒙古北退宋李宗打算借此机会收复开封与洛阳 若蒙古反扑 当时负责此计划的淮西兵 也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淮西兵是南宋步兵中的王牌 一向以骁勇善战而出名 可是现实往往比理想更加残酷 等到真正打起来的时候 所有人才知道步兵在骑兵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当时南宋军臣们认为 淮西兵骁勇善战是可以与蒙古骑兵对打的 可事实上 由于中原残破的景象 自淮西兵出发后便一路断粮 连日赶路人困马乏 甚至连击宝都不能解决 蒙古骑兵抓住机会冲杀过来 阵况简直是不堪设想 但是尽管在如此绝境之下 面对强悍的蒙古骑兵 南宋步兵却并未退缩 甚至打得有声有色 比如洛阳之战 尽管军队被蒙古骑兵切割成三段 但是南宋步兵重置成城 绝死一拼 缴获了蒙古盾牌三百多面 应是撑到了中午 可是奈何步兵终究跑不过骑兵 部队已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 再加上断水断粮 甚至没有救兵可以依靠 最终淮西军全军覆没 只有三百多人突围了出来 结局可谓是惨不忍睹 所以说 在古代的战场上 若是要纯粹的已不至其 尽管是最高水准的步兵 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那么步兵就真的对骑兵无可奈何了吗 其实也并非如此 办法总是会有的 这第一个办法就是挖坑 他的成功案例还得说到宋朝 即北宋太宗年间的满城之战 在这场战役之前 由于指挥不力 宋军几乎在高烂河全军覆没 光是精锐骑兵就损失了大半 这如何不叫人心疼 后来 辽军反扑屠城 宋太宗可能是瞎指挥上了瘾 竟然又给前线官兵 送去了一张疯马牛不相及的阵图 上次被自家皇帝坑成这样 还没缓过来 新的坑又来了 北宋监军李继龙十分头疼 皇上的阵图万万不可用 可是若不用的话 假如被拘心叵测的人 按一个罔顾皇命的罪名 最终也是死路一遥 这可怎么办 还好 在抓耳挠塞的思考之下 李继龙这次总算是学了乖 他干脆决定 不如趁机给辽国骑兵挖一个坑 只要能赢 旁人就无话可说了 于是在这个决定下 宋太宗的阵图被宋军们给抛到了脑后 同时宋军重新布阵 他们用坚固的步兵方阵布下了一个局 给辽军扎了一个口袋 之后 他们假意对辽军炸响 辽军喜气洋洋过来受降 不料却正中宋军的圈套 全部一股脑的钻进了 宋军精心设计的口袋之中 待辽军全部钻进口袋之后 坚固的步兵方阵形成了阵线 待口被牢牢的扎紧 这下子 就算是骑兵再能跑 面对如此情景 也只能是束手无策 场面一度混乱 辽军被宋军打得好惨 经过这一场恶战 辽军伤亡惨重 宋军说货颇风 缴获了不少战利品 这种策略看似简单 其实是高难度的 能有如此不俗的指挥能力的统帅 在战争史上都可以说是 有大智慧的人物李继龙 他是世人公认的北宋四大开国名将之一 当热 除了挖坑之外 在战争史上还有另一个法子 那就是水路 纵使你骑兵再飘悍勇猛 在水里他的战斗力一样会大打折扣 相较于步兵而言 骑兵的最大优势就是机动性 假如碰到机动性更强的对手 骑兵也只能无可奈何 就好比在水中 马跑得再快也快不过船 刘玉堪称是南北朝时期的战神 他的阙瑞阵便是这方面的典型 后人多推崇这场击破北魏骑兵的战役 常省网于雀跃阵的出神物化 也常将雀跃阵的精髓 归纳于犀利的弩炮 与坚固的车阵之中 其实雀跃阵最为关键的因素应当是水 流域依托河水不振 敌方骑兵在平原上能够从侧翼冲击方阵 可是在河流的阻挡之下 他们压根就做不到这一点 流域的水军很是强大 由此更是成为了步兵方阵强大的依靠 北魏骑兵虽然凶悍 但是他们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 从正面发起猛冲 硬碰硬的对抗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 传说中的北魏骑兵 就是这样被打敌落花流水 历史上还有一场战役 更能见证水路的智慧 那就是南明时期的郑成功镇江之战 当时已是17世纪 已是冷热兵器混合的战争了 当年郑成功豪气万千 向北讨伐于镇江时碰到了清军的八旗铁骑 清军势众 且不断有骑兵驰援 状况对郑成功很是不利 面对如此情景 郑成功大军在登陆后果断决定发挥传播优势 高大敏捷的战舰在长江上来回游走 清军被迫无奈来回追逐 耗费了许多精力 等到清军气喘吁吁 战斗力明显下降的时候 郑成功这才登岸列阵 最终 郑成功以自己的精锐步兵去对抗清军的八旗骑兵 以一代劳占据先机 同时也多亏了热兵器的发明 在这场战役中 郑成功战船的火力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战船火力与步兵相结合 早已疲惫的清军八旗军机动性也大不如前 数千清军骑兵就这样崩溃 郑成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虽说 之后郑成功因为指挥事物而惨败 但是这场郑江之战可谓是经典 战役虽然经典却并不能复制 战役胜利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清军清敌 盲目乱追 火力水运 作用非常 若是换了个时间地点 恐怕也就不能实现了 纵观历史 步兵对抗骑兵的情况是有发生 可是步兵战胜骑兵的情况 却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不管战马数量如何 在军事上 历代王朝都必须重视骑兵 步兵就像是盾牌 骑兵好比是利刃 攻守结合 利刃在手 国家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这个道理在如今也同样适用 强大的军工业 最具核心优势的兵种 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最大保障 参考资料 宋史军事大刺海 以不至其的成功案例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